当我们看书见到关于负数的加减乘除的人 我们常常会猜到有这个term 就叫做有向数 有向数其实就是说 我们这里有一条平常见到的数族 中间是0 然后左边就是负数 全部都有符号 有向数的意思就是我们见到一个数字 例如 这个正1 会多了一个正的符号 去显示这个1 就是在0的右手边 在0的右手边数一格 就是代表正数的意思 就告诉你这个数字 有一个方向 在0的右手边就是这么简单的 2,3,4,5全部都是这样 凡是全部正数呢 我们都会加一个加号在前面 这一样东西就叫做有向数了 例如这里有两条数 第一条 正3 减7 就是正3 就是这个位置 减7步 减7步就是向左手边 向后数7步 1,2,3,4,5,6,7 那答案就在这里 就是等于负4 然后同样到你第二条 负3加 负3在这个位置 交叉在这个位置 加4步 那就不逐步数了 那就会直接跳到负1的这个位置 所以呢 负3加 正4 就等于正1 那就是这样了 这个就是关于看到 如果有负数的话 的加减化是怎么进行的 那如果遇到成法的话又怎样呢 那首先遇到成法呢 我们就会有一个这样的表 去显示 成法的那些符号怎么变换的 成法的话呢 数字来讲就是就这样成而已 然后我们就要处理回那个符号 怎样 怎样对待那个符号 那个符号最终会得出什么结果 如果是正数的话呢 正正得正 正负就得负 那就会跟回它 原本另一样东西的形态 那但是如果负数的话 就会 将上面的符号反转 负乘以正就得负 负乘就得正 就是这样的 例如 这里全部二乘以五就一定是十的了 那我们 主要处理的就是符号的问题 正正就得正 正负得负 正负得正 正负得负 负负得正 负正得负负负得正 那就是这样的意思 就是这样做法 那如果看到 除法的话 之前说过除法 其实和成法是参加 对不对? 之前在这个 alphamatic property的课堂也说过 他们只不过是一个 反咸数这件事情 那现在可以不用明白 是什么 那 那 做法也是一样的 对于符号的处理来说 就是这个 乘号呢 我应该加上 对于除法 都是一样可以执行的 那一个正数 除以一个正数 同样道理 这些全部都是等于二的 那问题又是 我们要怎么处理这个符号 正 除以正 是得正 正 负得负 负正 得负负 负得正 那 都是这样做的 那 搞定了 加 减 成取 都已经做过了 之后呢 就来得少少少实战了 那这里呢 有四条实战题 那今次的 加减数 就不要这条数族在那里数 首先第一个 我们如果看到有负数的话 由后面有一个括弧的话 我们最好的做法呢 就是 拔掉 负号 后面的这堆括弧 如何拔掉 就是好像第一条那样 等于 负3 拔 负号 就是把负号 全部乘入去 但是记住 在括弧里面的所有 正负号 没有呢 都要反转的 那 负就得正啦 加7 那就是这样啦 那然后我们有答案是等于 正4 然后 然后 这个 这个 有时在代数运用 经常都会看到的 那如果正10 即是10 随以负7 那这条没什么 随以负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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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个阔弧的话 那呢 就是 a-2-6c 加a-2-6c 那还没做完 因为我们有一个 common factor 就是c 所以如果要出最终答案的话 就是-x-y-6-5-z-a-2 这个就是答案了 然后最后我们有这一条 我们学过呢 要将负号后面的那个括弧 爆开它 从而令到后面这一条 的符号 要对的 例如-x-x-x-6-5-b 即是这一条红色的那一条 就等于下面这一条 我写着的这一条 负正得负,减4,就是这样,然后再进行现在紫色在画的这一块计算 连接这一块,对了,那这两块呢,今次直接写了 首先第一个9A,然后10,减4,就剩下6,减2B,加5B,就等于正3B,那这个就是答案了 那我知道呢,有些人呢,就比较喜欢教人这样看的,喂,你见到一个符号,拍着一个开括弧,然后又有一个符号 那如果,例如眼镜度数不是很适合的朋友,那这样看法就是一个正数,对吧? 那这种看法,这种看法呢,其实是,取巧一点来说是可以的 so far,如果后面,就是括弧后面,只有一个terms的话 那这一个terms,这些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你看到好像这个情况 你如果只是,好像,这个眼镜度数交错了,你看到这个正数的话 那你记住,在括弧后面的这个符号都要转了 就真的好像下线蓝色,见到这个,加5B,后面这个都要减4才可以的 那这个答案才是正确的,如果不是呢,那就错了 那前后就会差8了 那这个负数的加减成就去到这里了 不是给大家看的嘛,但计算是在这些符号里其实是比较大 但比较有的就是在这个符号里面有了